我妈呢 她总是带着滤镜看我 什么滤镜 爱女儿的滤镜 她就觉得我最优秀 优秀 她上小学 我开家长会的时候 哪个老师 全那个是点名地夸她 我特别有自信 你还是回到天津来吧 天津这个人才呀 我可以容纳你 什么岗位 哪个岗位全行 你看她这个是 那个研究生嘛 研究生毕业 你教那个当老师 可以吧 那老师教高中的不行 教初中啊 初中不行 教小学啊 都可以啊 小学不行 教幼儿园 对啊 这咱俩也可以啊 幼儿园不行 反正在天津来就行 在咱们天津来就行 反正您就是觉得 就只要天津就可以 对 你甭管干什么 是 那您说这个事 我觉得我更要留在 我上学的地方了 我妈妈正好说 在我的点上呀 什么点 因为我在这个 石家庄大学期间 研究生期间 我都做过家教 我对那边的提醒 把握更准确一点 包括那边的家长 学生们呀 也都比较认可我 但是在这边 跟那边的提醒 也不一样 我更没有竞争优势了呀 有什么不一样的 您看我们同事 孩子们吧 人家都是大学毕业 四年的 都不是研究生 就顺利地考过了 这个老师 现在教的个小学 不也可以吗 怎么不行呢 天津怎么不行呢 我也投过呀 结果就石沉大海了呀 就算跟您说的一样 我回了天津 我在天津也并没有 归属感呀 因为咱们家 以前不就是住在保底吗 我从小到大 我熟悉的地方 我的朋友们都在保底呀 我在这儿 我哪儿也不认识 我只有在家里 太孤独了 你没有归属感 妈妈 你爸爸 你哥哥嫂子 都是你的归属感 那您跟我爸爸 都这么大了 我还要麻烦您吗 妈妈可不怕麻烦 不怕麻烦 闺女 但是我 妈不怕麻烦 只要回在妈身边 但是我的心里 也过意不去呀 您有您的社交圈 我也有我的社交圈呀 执行千里母担忧 每个母亲 多愿自己的孩子 留在自己的身边 对 您说是吧 是 我要我都希望 对 我又希望她 留在我的身边 我让我女儿 回在天津呢 不是陪在我身边 我有我的打算 她的生活 她的工作 我有可以给她安排 离家七年了 这七年回家多吗 只是在寒暑假吧 要咋乐于她回来呢 我们照那全家福 她也不在身边 照全家福也不回来 那是 对 因为我在学校 每次我看她的时候 她爸我们看她的时候 我都晕车 就得吃晕车药 你说你不回来 有个大事小情的 打电话又打不到 比如说吧 就上一次 我做那手术 胆结石手术 你说吧 我一个电话 我二十几个就过来了 要是她在我身边呢 她都能可以抱抱我 安慰我 我有个依靠 只有她嫂子 抱个孩子 扶着我 小编挡 那钱是晒哪去呢 我很激动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打着说呢 也得是 二行千里 五担忧 非常愧疚 没能陪在她的身边 但是呢 我确实是想 出去再闯荡闯荡 所以我 特别特别的矛盾 特别特别纠结 阿姨 我也是外地人 我不是天津人 对你外地人 都落在咱们天津了 我 我本来啊 是想救你 结果没想到 阿姨一个反手 给我扣地上了 阿姨 您这 反应得太快了 那您看 那您看 人家也落在 人家上学的地方了呀 我想说呢 年轻人 有一颗爱闯的心 挺好的 首先咱咱肯定 这不是坏事 对吧 但是 她在那边 能不能发展得好 听到这儿 我没听出来 嗯